大家好,这里是小倩讲故事,喜欢小倩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故事发生在宋朝贤春年间,杨古县有一个名叫姓娘的妇人,姓娘19岁那年,从外地嫁到杨古县来,婚后不到撒月,她丈夫因病去世,自此以后,姓娘便寡居家中。 为了维持生计,姓娘在街边看了一间包子铺,因为她家房子正好临着关岛,南北往来的商贩众多,她的包子铺生意十分红货。 乡邻有人羡慕姓娘的生意,也在旁边开设包子铺,但是他们的生意始终不如姓娘的包子铺生意好。 姓娘不但人眉嘴甜,卖的包子也是皮薄陷足,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油,有不少商人情愿绕到几十里,摇到她的包子铺埋上一笼包子。 如此过去两年,姓娘积累了几百两银子,她将自家的院子退导重建,在园址上面建了一座三层楼房,一层是五间门面,一间仍旧用来卖包子,另外一间卖卤肉还有四季小炒。 并外三间,是餐厅和雅间,可以供客人喝酒吃饭。 楼上的两层,姓娘建了十多间客房,倘若有客人想住店的话,可以直接留宿,房价不但比当地其他客栈便宜,而且干净卫生,颇受过往客商的青睐。 姓娘的生意越做越大,她的名声也越传越远,那些见过她的男人,都把她传得神乎其神,说她是仙女下凡。 因此不少男人慕名而来,有的是到她店里吃饭,有的是在她店里住宿,只要能够大饱眼福,这些人就感觉不需此行。 如此,又过几年,姓娘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,难能可贵的是,她并没有将这些钱财全部据为己有,而是拿出很大一部分,为当地百姓修桥补路,建造学堂,每到旱落灾年,还会主动捐款捐物,帮百姓度过难关。 当地百姓对姓娘感恩戴德,对她十分敬重。 贤春元年的冬天,天气异常严寒,路上接了一层厚厚的冰。 到了傍晚时分,姓娘正准备关门打烊,看到一个和尚小心翼从远处走来, 那和尚衣衫单薄,冻得脸色发白,经过姓娘殿门前的时候,突然脚下一滑,摔倒在地。 姓娘于心不忍,上前将和尚搀扶起来,关切地问道,师父,你没事吧? 那和尚抬头一看姓娘,不禁看得有些出神,姓娘见和尚痴痴地盯着自己在看,当时羞得满面通红,连忙说道,倘若师父没事,请继续赶路吧。 和尚这才回过神来,连忙做一说道,多谢小娘子搭酒,贫僧乃是从云台山而来,四处不到花园,如今天寒地冻,贫僧也没有一个落脚之处,倘若娘子能够发发慈悲,让贫僧借宿一宿,当时功德一见。 姓娘见那和尚可怜,于是说道,这个无房,正好我楼上还有一间空房,师父随我上楼吧。 姓娘将和尚领到三楼的一间偏房,给和尚打了一盆洗浇水,然后又给和尚端了一碗粥,这才回屋取水。 到了快四更天的时候,和尚被尿逼醒,便起床到厕所撒尿,因为茅厕在后院墙角,和尚只好披上衣服下楼。 等她经过厨房的时候,发现姓娘已经开始在厨房忙活剁肉了,虽然当时正至寒冬,但是姓娘忙活得满头大汗,上半身紧穿了一件低领汉衫,下身穿着一条薄纱短裤。 姓娘身材十分傲人,当她弯腰食物时,两座乌风呼之欲出,和尚透过门缝,看得是直焰唾沫。 姓娘准备出门倒水,谁知刚一开门,正好与和尚撞了个满怀。 姓娘准备呼喊,却被和尚用手捂住了嘴,和尚将姓娘抱在草垛之上,将姓娘强行玷污。 原来,这和尚并非真正修行之人,他原本是个江阳大道,后来被官府追捕太紧,这才落发为僧。 法号慧丸和尚,但是他在寺庙并不安分,一是经常偷到寺里的香火前,用来买酒吃肉,二来,他还经常对女香客动手动脚。 方丈见他不守轻规,这才将他逐出山门。 也许是慧丸和尚太过激动的缘故,还没倒几下,便一泻如注,躺在草垛上,呼呼喘着粗气。 姓娘此时也不恼怒,他看着慧丸和尚说道,你是第一万港。 我原以为,集齐一万港需要一两百年时间,没想到我用了不到十年时间,便集齐了一万港。 会完和尚十分疑惑,不明白姓娘说的话是什么意思,于是问道,女掌柜,你说的什么一万港? 姓娘冷笑一声说道,你是我的收官之作,索性让你死得明白。 说吧,姓娘打开厨房的加壁墙,加壁墙里面放着十个大坛子, 每个坛子里都用酒泡着无数人的心,每个坛子中装有一千颗人心,加上会完和尚这一颗,刚好够一万颗。 此时会完和尚吓得脸色煞白,他喃喃说道,你,你,你是哪里来的大魔头? 姓娘淡淡说道,我本是天庭中的玉猫,只因在王母盘桃宴上打碎了琉璃盏,王母罚我下界要取一万颗灯兔浪子的心。 在这十年间,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人不计其数,最终他们都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。 我这么多年卖的肉包子,大骨汤,都不过是这些禽兽的骨肉做的罢了。 会完和尚听拔之后,惊骇不已,他想逃走,但此时,两腿就像灌了亲一般。 姓娘的手变成立招,将会完和尚的心掏了出来,放入坛子中封好,然后将会完和尚的尸体之节做最后一笼包子。 次日,姓娘将所有的客人送走,然后将招牌摘下,关门西夜。 当天晚上,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姓娘的那间客栈被天火烧为灰烬,姓娘也不见了踪影。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以为姓娘死于火灾,皆是痛惜不已。 多年之后,真相才得以大败天下。 当年,姓娘杀会完和尚的时候,有一个名叫范静的老汉赶耶路,他途经姓娘店铺门口的时候,建院内亮着灯,本想到里面买几个包子,无意听见姓娘和会完和尚的对话。 这才知道姓娘原来是天上的玉猫,是来世间承知恶人的。 范静见姓娘将会完和尚之节,吓得连忙逃跑,连包子也不敢买了。 后来,范静得知姓娘凭空消失,就知道她已经白日飞升,回归天庭了。 范静不想将这个秘密带到坟墓中,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见闻讲述出来。 百姓们得知之后,即使震惊不已,人们惧怕有神鬼再来害人。 自那以后,百姓争相行善,见到邪淫之事绝迹,如此纯正民风往后延续了几百年。 本期故事结束了,喜欢小千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我们下期再见。